几天的阴雨綿綿最后气温是逐渐回升了 那么太阳也终于露脸 那么周三起台湾的气候变化又会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邦彦来告诉大家 7号立冬过后 暂时挥别阴雨绵绵的天气 周三太阳终于露脸 周三台湾附近人吹偏东到东北风 迎封面东半部云量人偏多 偶有局部短暂雨出现 到了周四周五水气又将稍微增加 出门还是要记得期待雨具 11号开始晚上 整个天气大概就变得会更晴朗一点 然后这一周周末的时候 12号13号的时候 大概我们就可以摆脱周六周日的时候 都是阴雨绵绵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 12号星期六13号星期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花莲这个地方是比较 天气比较晴朗的一个情形 不过还是在迎风面上 局部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 些微的短暂雨 然后在13号晚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波高压 开始又要移向台湾出海 移向台湾这边来 所以13号晚上到14号 大概那个高压就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14号15号又会受到 另一波高压的影响 然后天气会比较不好 然后水气也比较增多 可能会下一些雨 然后温度也会下降 周五以后天气转趋稳定 周末两天终于不再湿凉 预计将是晴朗的好天气 不过13日周日晚间 又将迎接东北季风的到来 周一又在转湿凉 提醒华东民众把握周末好天气 并试试留意温差变化 记得将帮演火灵师报导